您追踪假酒职真诈骗被诱拐到柬埔寨 甚至惨遭囚禁转卖 这风暴越演越烈 警政署全面展开访查作业 针对4000多名滞留柬埔寨的国人 进行家户访查 希望可以发现隐性被害人 提供报案的流程资讯 而旅游作家943他就分享了 他说15年前他到柬埔寨旅游的时候 就发现当地这个收贿风气相当严重 如今柬埔寨成了犯罪天堂 他没有感到意外 看到那种类似那种高薪工作 然后结果就一样网路上发现 在柬埔寨工作的哥哥 这一去7年了 他好像是资讯业什么 我也有点不清楚 因为一阵子就没看到我哥哥 起初还有电话联络 近几年消息却越来越少 前几年的时候 就是都还会来 他跟家里人的联系 就是到近两年来 就疫情的时候 就变成都用血信 信中报平安 但家人还是很担心 因为现在不断有赴柬埔寨工作 被骗囚禁的消息 警政署大动作 针对4000多名 出境留在柬埔寨的国人 进行家户访查 就是希望可以发现隐性被害人 刑事局国际科长李央吉坦言 刑事工作20多年 从没有看过适用诈数 把国人骗出国 当猪仔卖的人口贩运案 外交部上个月中 发布更新旅游警示 把柬埔寨列为红色警示 旅游作家也分享2007年的亲身经历 说这个一定要给海关 移民官小费 那我那时候就是没有给 然后就跟他僵持了好几分钟 我搭三轮车的时候 警察就会走过来 然后三轮车夫就自动把大钞奉上 知名作家吴淡如也在脸书上分享 曾经在柬埔寨旅游 遇过一位没有脸的按摩者 原本他是一位司机遭人抢劫 被泼硫酸 一度在荒野中等死 吴淡如感叹 只为了不到10块美金 就杀人放火 没想到柬埔寨的治安问题未解 如今还演变成国际罪犯 窝藏据电 记者参加报道